姐妹们 你们是不是每个人的家里 都有一件像我这样 平平无奇的开衫呢 平时不敢穿出门 一穿出门 满大街都是同款 特别不显腰线 而且无无比例 谁穿谁难看 今天姐姐就跟你们分享 三个技能显瘦 又能把开衫 穿出小花样的方法 第一个提腰线法 首先我们从第三粒扣子开始扣 然后把衣领翻折一下 高三角会让我们的颈部线条 显得更加的修长 剩下的两粒扣子 我们把它打个结 再把这粒扣子扣上 防止我们的结会松开 再修整一下 现在开衫是不是好看多了 而且整个腰线也提高了 第二种深微穿法 左边的倒数第二粒扣子 和右边的倒数第三个扣眼 我们把它扣一下 再反过来扣一遍 右边第二个扣眼 和左边的第三个扣子 把它地一下 上面的领子呢 把它往里折 深微的一个图案出来 这种搭法 不管是长裙还是短裙 都很好看呢 第三种方法 上丝巾 根据自己的开衫扣子的多少来决定 主要就是把中间的扣子扣起来 然后把丝巾穿过去 打个蝴蝶结 剔好之后呢 记得一定要把丝巾这两边全部打开 这样我们的蝴蝶结才更可爱 这样就是一个学院派的技法 怎么 你现在还能感受得出来 它是平平无奇的开衫吗 一键 这种穿法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